好 回到国内我们持续要来带您关心的是呢 毒淀粉世界现在持续的延绍 就连豆花怎么都中奖了 这新北市的这一家知名的明记豆腐 豆花原料就被新北市卫生局验出这里头呢 原料当中是含有德系氢粉 而德系氢粉当中呢 验出了是含有841.78ppm的圣丁锡二酸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回溯到下游 包括了41家的主播联盟 还有39家的里人有机商店 所贩售的豆花呢都是有问题的 而且呢总共就有一千多盒 早就被消费者吃进肚子里 现在养家业者是赶紧的将问题商品下架 店员忙着结账 毒淀粉风暴持续扩大 银记豆腐生产的豆花 其中的原料德系氢粉 被验出含有841.78ppm的顺丁锡二酸 其中里人有机商店在第一时间 紧急下架33盒豆花 但在店内贴出公告 其他下游的89家分店也紧急下架 既然有疑虑呢 我们就先下架 昨天已经下架了 那我们昨天下架呢 大概就是33 应该算是平吗 还是核这样子 我过去比较好的粉 还会出问题 业者拿出送检报告 说没验出有毒的顺丁锡二酸 但由于上游生产豆花的铭记 被验出 为了保险 还是先行下架 但铭记老板却大声含冤 原本都是用泰国进口 玫瑰牌束手粉 担心品质问题 所以最近改用德系氢粉 没有想到成本提高 却用到毒淀粉 顺丁锡二酸 属于化学物质 主要在于增加 淀粉粘度和稳定性 但长情食用 恐怕伤害人体肾小管 毒淀粉延烧到下游产品 现在连豆花也中标 民众人心惶惶 这段新闻 侯重游游游 最近台北参谱不到